对话是最好的沟通方式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高雄公共论坛 我是节目主持人黄岚君 在这一集节目当中 我们要来关怀的族群是劳工朋友 事实上在工作职场当中 劳工它是站在最基层 也是最需要被照顾的 而在大高雄县市合并之后 我们要如何让大高雄的 百万的劳工人口感到幸福 过得更幸福呢 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到各界的意见领袖 要一起来好好的面对面 好好的沟通一下 继续就为大家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 首先一样从我右手边 第一位开始介绍我们来欢迎 高雄市政府劳工局的局长 中口赵州局长您好 主持人各位来宾 还有市民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欢迎中局长 第二位呢我们来欢迎的是 人力银行的执行长 王小乔 王执行长您好 主持人各位来宾 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欢迎您第三位 我们来欢迎的是 高雄市产业总工会的理事长 江建新江理事长您好 主持人各位来宾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欢迎你第四位我们来欢迎高雄市议员 连立坚连议员您好 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 是欢迎大家 那我们要来关心劳工朋友的权益 当然也是要注意的是他们的就业环境 又是如何他们的工作机会有没有稳定呢 我们先来看一段VCR之后稍后回来继续为您做探讨 2011高高屏地区就业博览会在中山大学登场 向南台湾的准新鲜人和求职者招手 求职者的观点来看 或是我们这个企业协调企业 或是我们这个政府单位 大家一起努力把我们这个就业市场 就业的问题 把他以前事业里把他救起来 大家这个用心应该可以给我们大众应该可以感受出来 里面包括有几个大公司 比如鸿海 台积电 联电 友达 台信金控 一山金控 统一企业 台数集团 所谓我们国内的大咖 A咖的企业都来了 博览会摊位中包括全台指标性产业龙头 让有意求职者把握机会 才刚从日本招商回台的市长城局 关心高雄就业情形没缺席 对大高雄产业有信心 用一句话勉励求职者展现找工作的企图心 过去我担任老委会主委 我曾经为了整个年轻朋友的就业 非常的忧心 那个时候我讲过一句话 我说年轻朋友就业 寻求就业 先求有再求好 高雄市政府都是用尽各种能力 包括努力 希望企业在高雄能够非常成功 盛名南台湾就业市场回春 单单是高雄一家知名在地半导体产业 选在珍爱码头也办起真才活动 企业主导的是南部生活环境家 强调产业具有竞争力 这一次开出的职缺有将近签名 陈局道场为求职者加油打气 我是高雄人 高雄人 市长最在乎就是要让高雄的子弟 能够在高雄工作 所以非常谢谢日夜光 他们不断的有很多的发展 加入日夜光绝对没有错 我们是跟世界这些大厂 世界最聪明的人每天都在我们的会议室 跟我们讨论 对啊 谢谢市长 希望一切顺利 正式上有一脚工作或换工作的人才喊话 大家可以看到高雄市 跟过去的高雄太不相同 高雄市非常适合年轻人居住 年轻人追求梦想 在这里认为年轻人能够在这里 成家立业最好的地点 台北的生活的压力 让大家喘不过去 还是一句话 回高雄吧 大家回高雄 浮显对城市生活幸福感的自信 城局连赶两场就业活动 呼吁各个产业人才到高雄落地生根 所以我们在在地的地方人士的心声也好 就是工部门努力的方向目标也好 都是希望能够促进在地就业 能够让人才回流到高雄 那当然我们现在就知道就是说 不论是从我们的首长 市长也好 他本身就是对于劳委会的主委出身 所以他对于劳工朋友这个权益 也是相当的重视 以至于我们的局长也是从基层这样子出来的 所以相当于从基层的问题 也是特别的了解 那县市合并之后呢 我们大高雄来看 这个劳工的朋友比例还是相当的多 那从事什么样的一个产业 什么样的工作 相关的比例又是多少 我们局长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高雄本来就是一个劳工的城市 尤其县市合并之后 我们从原来的劳工人口 73万增加到现在的133 那如果以实际的total数人口 大概是273万 273万那你是五岁以上就占了232万 那以这个人口来做计算的话 以现有的劳动人口有133万这么多 那大部分都是其实大部分都也都是以传统制造业 或者说电子科技 还有参与服务业等之类的也极多了 那原来高雄县市本来就不太一样 高雄市是服务业占了70% 那制造业30% 那高雄关都后都变 高雄关是60%是在制造业 25%是在所谓的服务业 那15%是所谓的农业 那以以往高雄市农业比较少 那因为县市合并之后相对的产业的特性也不太一样 所以刚刚从前面的下里面也看到市长特别也提到 高雄当然欢迎在地的子弟留在高雄 也欢迎外地的青年鞋子朋友都能够来建筑高雄 那最主要是高雄的整个的结构在做改变 那因为县市合并之后市长也拟了五大核心 也就是说从科技业到精子农业到观光到文创 都有它一系列的一个规划 那这些的规划也就是套具现在的候选人的用意 叫做现在决定未来 是 没错 因为透过这些的政策的去推动 也让真正能够在高雄市民的朋友 真正能够幸福生活在高雄 那大概是以现有的产业结构 包括劳动的人口 包括未来事务的政策去推动 谢谢局长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的劳工人口200多万这样子 看我们的劳动参与率 看我们劳工局提供的资料是达到了57.3% 等于是一半以上 那所以我们就想知道说 到底我们这个就业市场上 我们的人力的资源的分布方面 会有发现就是说 供需之间会不会有落差 或者是说相关的分配不均的情形 尤其是我们现在县市合并之后 有都会区跟非都会区吗 那他们的工作的诉求点也是不太一样 尤其可能我们现在可能会面临到9月之后 应该说是毕业季之后 年轻的学子进来 或者是过年之后又有一波的人员异动等等 那所以我们在人力资料库来长期的观察 是不是就会有这样子的情形 是不是请执行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从刚刚局长所谈的 就是说我们去看高雄县市的一个产业结构里面 我想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都很清楚知道 南部是工业的重镇 那其实金建会有做一些调查 那可以看到说在金属工业类里面 高雄县原本的占比 就是以它的产值占比是占到36% 那高雄市有高达24% 那其次呢就是在石化相关的一些产业里面 高雄县的占比也是高于高雄市 也是大概30几跟20几%的一个比例 那只有到第三个部分 在原高雄市来看的话是以资讯电子类是占了12% 那在原高雄县呢 在第三位的是在批发零售 所以整体看上来 其实我们在南台湾还是以工业的职缺比 就是从它的产值跟职缺对应 看起来还是偏高 那我们大概目前的话 其实有很多的调查也会发现 在都会型尤其是高雄市区里面 会有很多的服务业餐饮服务 不管是大型的像饭店 还是像小型的一些餐饮 或者是连锁加盟 自营相关的一些职缺 对但是在整体里面来看 还是工业类的职缺 尤其像电子厂几个加工区下来 的占比会比较高 那在媒合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把所有的职缺分成三类 一种呢就是比较有技术面的一个职缺 一个是劳务面的职缺 那第三个部分我们说它是属于通财类的职缺 那目前我们在媒合上 其实真正比较困难的是在技术面跟通财面 那所谓技术面就是说 我们可能在很多的科技厂需要一些工程师 高技术的一些专业的人才 这个部分在人才的部分有一个缺口 那所谓的通财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服务业 他可能是要有一个技术去搭配另外一个专才 所以另外一个专才就是他可能 必须技术搭配业务力 或者是技术搭配他的管理职 对那这样的一个通财的人呢 也是在职场上面我们比较不难找到的 那一般比较容易找到的 通常都是劳力性的职缺 比较容易做媒合 那劳力性的话呢 大概一般就是年龄层在35岁以上的 反而比较愿意投入 可是在35岁以下的劳动人口 就比较不愿意投入劳力性的工作 我想这也是我们大概目前在高雄市的产业 跟整个媒合的状态的一个状况 好像也变成是另类的一个M形态 是 那我们当然就是要请教一下 我们的总工会的我们理事长 那就是说既然就是 不论是以高雄市或高雄县来讲 我们传统工业的 还是以这个传统工业为主吗 那这个劳工的一个 劳工朋友他们的一个就业环境 然后就你们的官场 或是我们从这个工会里面的成员来看 他们对于这个环境 有没有存在一个什么样的期许 或是说 我这个工会我要呈现出来的 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让我的这些成员都能够感到 这个环境是让他们可以感到有保障的 以至于可以好好的在这个传统产业来做发展的 其实高雄县市合并之后 因为在整个所了解里面 因为高雄县原本它是以服务业 它占的比较多 然后高雄县它是以农业跟工业 那个劳力的人口也占的比较多一点 整个县市合并之后 在整个的那个职业上的磨合上 工会倒是希望说 市政府方面 政府方面能够把高雄市所缺的 需要一些人力找不到工作 有劳力的部分能够引进到高雄县 工业上所比较需要的 然后高雄县呢在那个有些在比较市区 而且有比较有技术性 有那个的能够有那个比较年轻的 他们比较喜欢从事在服务业上的 能够做一个磨合上把它整合 然后在各个的那个整个劳动市场上 公司上我们希望说董局能够配合工会这方面 产业总工会还是联络会这部分 能够来鼓励各公司的员工组工会 组工会这是一种对劳工的一个基本的保护 对高雄市劳工一个基本的保护 所以我们需要说在官方的立场上 能够那个协助工会 因为很多企业他们的负责人 如果整个在产业工会的部分 要去跟他们谈的话 可能有些会格格不入 他们认为工会跟他们 还有点对立的感觉上 如果有官方的立场上去 来跟工会来共同协助 公司里面能够组成工会的话 我相信对高雄市的劳工 是一种比较合理的保障 很多包括很多契合商能够协助他们 是啊那当然就是 就是说其实就谈到这个劳工的权益的部分 我们当然还是会往上想到 就是说劳资双方他们有没有能够和谐 当然就是说其实 去方财的人的心得 可能还是会讲说还是要看老板的脸色 那所以我想就是说我们的联益员这边 应该也有接触过不少这样子的个案 服务个案也好 对他们经常就是经常接到的一个案例 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我想这个今天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这种组合 我看到今天邀请到这个执行长 还有这个局长 还有这个工会的理事长 其实我都觉得我们高雄蛮欠缺这个部分 譬如说刚刚这个执行长讲到说 有很多职缺其实是市求人 那个是好像市多出很多 那也是其实那个可能也是层次蛮高的一种职务 那明明它是一个很好的职务 那么如果能够去做的话 大概可以有增加一些白领的职务 但是其实为什么会我们这个部分 没有办法去找到这样的人才 那这就是我们在学的过程当中 在训的过程当中 职训或者学习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我们有一些缺口 那些缺口就是我们没有去针对这个 该有的我们现在所知道的 这个最实际的求职的情况 各个不管是企业在求人或者人在求事 那为什么会产生那个缺口 明明你看这个市求人这个事是很亮眼的事 但是我们没有这个人才可以提供 对啊 那其实对于我们高雄来说 大家都常常会有一些这个 以前大家会对高雄有一些误会 认为说高雄是这个高等教育 非常欠缺的一个环境 像高雄以前还有人说它是文化沙漠 那在教育的部分 那都普遍的认为说 高雄好像这个高等教育很少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误极 我所知道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职业学校里面 总共有18所 这个不管学生人数怎么样 但是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职校 是全国最多的 它个县是最多的 那么在这个大专院校的部分 我们有19所 是排全国第二的 其实都不差 我觉得这个部分导致我们将来竞争的优势 就是说我们以前大家这种高等的人力 我们平均的这个人民的数值 这个比如说他学历 整体的学历来看 好像是落后人家的 但是我觉得这几年因为这个大专院校普及的结果 好像我们这个部分是有点迎头赶上 但是我觉得大概比较有欠缺的是说 那依这个执行长所讲的这个 其实真正需要的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才 那我们有没有在学校的时候 先经过长期的栽培把这些人先训练出来 这些人先把他能够先学了该学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我们现在很重要的重点 没有错 也就是说其实像包括执行长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理事长也讲也是没有错 就是说可能我们现在去参加一个什么媒合活动 职缺看起来很多 两三百个甚至几千个 可是可能他需要的就是我要有特殊专长的 那偏偏就是没有 要不然的话我通好像是通财的话 他可能又需要的是业务 可是业务这个缺 大家一听就又兴趣缺缺 那所以我们就是说在媒合的过程当中 或者在职业训练的这个部分 我们劳工局可以再帮我们市民朋友 多哪一些管道能够让他们知道呢 我想刚刚包括执行长也好 或者说连议员也特别提到 不管是市求人或人求市 高雄市的就业的服务就是有哪些的特色 如果说以专业技术人才来讲 学校有19所大专业校 其实是不缺 我的重点是在于 这些专业人才的引进的公司 他的薪资的待遇 会不会引起青年朋友的一个兴趣 也是其中之一 为什么是同样的一个工作 那北部的待遇是这样 在南部的待遇是这样 但是年轻朋友他不会去想说 我住台北有可能租房租 有可能在外面三餐 其实在那边领了五万 不如在高雄领了四万甚至三万五 也因为市求人或者人求市 在所谓的通财业务劳务 高雄这十几年来是因为产业结构 结构性的失业是比较严重 也就是说因为产业的外语 产业的外语相对的很多以前的代工的工厂 传统性的工厂都外语到中国大陆或东南亚国家 那因为这些失业的人口 都集中在四十五岁以上 中高年啊 对 也就是说当时台湾经济最发展的时候 他们付出了很多的青春 岁月 努力的结果 到后面发现说 这些的代工工厂一个一个关之后 未来都要再重新在就业工作的职场上 确实会比一般人困难度来得高 虽然我们有就业服务法 也不能有就业歧视 但是一般厂商还是会用技术性的去排除 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职场的训练 就我们工部门在职场的训练 会针对这些的特定的对象 中高年龄 或者失业长达两年以上 或者说他是低收入户 或者生长朋友 那我们特别去帮他们做了一些的职场的一个开班的一个训练 也就是希望能够透过工部门在有限的资源下 能够再让他们重新再站起来 那一般的青年朋友 曾如刚刚我们听陈市长也说过 青年朋友对工作是要有他的热忱 要有他的兴趣 当然你要学着态度跟蹲得下蹲不下 你不能眼高 手低 到后面你仪式无尘 或者说你转了三年五年的时间 你才发现原来你的兴趣是在哪一个 你再回头投来可能会有落差 那倒不如在学校这段时间 好好地把自己的专业技术也好 先培养起来 先培养起来自己的智能 或者说可以利用寒暑假的时候去打工 去看看 都从事一些的活动 你会发现说原来你的兴趣是在哪 其实对未来你的求职有什么帮助 那不可否言的 今年的一月份到六月份是 市求人比较多 但是从八月份开始有往下 大概也跟我们自己的产业的特性也有相关 当然碰到这种问题 市政府还是要去做调整 也就是说怎么样让更多的厂商 能够庆祝到高雄来 招商招的越多 厂商进驻的越多 相对的机会就越多 对事务来讲 不只是增加市民的收入 也是增加事务的裁员的收入 那这样在高雄 大家生活在高雄 才会有幸福感 才会有幸福的感觉 对啊如果说厂商愿意投资进来的话 开辟我们的就业机会 降低失业率 那我们大家就会觉得 高雄真是一个一世人居的地方 很幸福 那我刚刚有听到就是看到 那我们的执行长听到我们就是说 有一些厂商有一些产业 他真的会有所谓的这个技术性的去排除一些 就是他们真的会有这种就业歧视的情绪吗 实际状况真的有吗 不要说是哪一家 那你们常碰到他们的 什么叫做技术性的去排除 好 我觉得这部分局长在这边 点到了 也帮厂商表达一下 其实我们现在在就是就业服务法里面有规范 就是说厂商在把职缺提供出来 然后做一些宣传的广告的时候 那他是不可以去限所谓的性别 年龄等等 这些我们在他就是统称叫做条件限制 就是身高体重啊高矮胖瘦 大概现在能够提出来的就是职称的这个名字 然后学历应该还是可以做限制这样 就在专业性做限制 可是一个人他的背景是不能被限制 可是我想很多的工作他真的有限制的必要性 我想就是很多工厂工他可能真的有升高的限制 那很多的服务业他也是因为在经验指标里面 确实年纪大的他的体力是负荷不了 他为了节省他在招募上的消耗 这种消耗不见得对企业是一种消耗 其实有时候对求职者也是一种挫折的消耗 所以就会产生了一个法规定是不能规范 但是实际上我们可能在面试的过程里面 然后就会有一些就做一些排除 所以实际情况 对那我是觉得正在产业的角度是有一些必要性 但是碍于现行的法令 对但是您说这个法令是不适合市场的这个适用性 我们确实也发现说有很多的工作 也许常态里面他有这样的限制 可是事实上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法令 也让很多是在这个条件里面 也拥有这样的一个工作 所以我想这个中间总是要做一些取舍 对那刚刚有听就是议员有提到 就是针对整个很多像南部真的是非常充满知识性的 不管是在技职的学校在大学19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 其实是非常应该是在人才培育上是非常的饱和的 可是为什么跟我们的产业的需求有一个很大的落差 我们通常在讲求财求职的媒合 我们先从厂商的角度来看 我们要找一个人才 我们大概都看四点 第一个就我们刚刚提到的条件 赶快笔记 虽然法令有规范 但是我们还是有自己的原则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它的专业有没有符合我的需求 那我们怎么去检视一个求职者的专业符不符合 其实很简单 您的那张毕业证书就是代表你有没有这个专业 您的证照就代表你有没有这个专业 或者是你有没有从事过相关的工作经验 这个也可以代表你有没有具备这样的一个专业 那通常在这个部分我们透过履历表 其实就可以去做过滤了 就会进入到面试的阶段 其实我们在面试去看 也是看两样东西而已 我记得我们前阵子有一个新闻稿 就是针对企业面试 7秒钟就能确定这个求职者是不是企业要的人 可是为什么在7秒就可以确认 因为它整个仪表就可以做判断了 所以我们很多求职者可能不太会包装自己 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像劳工局 常常会办相关的救出课程 就会加强这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常讲的草莓草莓的态度 他的态度不OK 那也会去影响到他会被录取的关键 可是我们再反推到求职者在找工作 其实求职者在找工作 比较没有跟产业在找人才 这四个指标对应 求职者的条件是 就是刚刚局长谈到薪资高不高 离家近不近 要不要轮番 然后有没有发展 而且他的发展是 还是在过去我们就是做越久 领越多的那种思维当中 以年资来看 对也就是说在求财跟求职两端的指标 大家所期待的指标有一个落差 也会导致我们在媒合上有很大的困难 现在我们关心的中高龄失业问题 事求人 人求是等等 可能我们都还会有最进一步的 就是说可能看看我们官方的立场 还有就是说 那针对这些族群他们在失业的时候 可能他们会寻求什么样的管道来协助呢 稍后回来我们再请在座的来宾 在一起面对面的好好来沟通一下 稍后回来